82岁的黄大发,两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,站在代表的中间。 习近平握住他们的手,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。 两人执意推辞,总书记一再邀请,最后两人在总书记身边坐下。 总书记对两位老模范无所关心和尊重,全场人都十分感动,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。 中重科学,中重科技人员,中重老人,这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。 我把我这一生都奉献在和强地上,我感觉到我这一生没有虚度过,很好。 他就喊,只我们两个人走前面去,他就做,就喊,把等等,工作人员,把等等,替黑我们做。 总书记呢,就是对着我们讲的,我们也是老党员,我们的年龄比较高,对我们的年龄大人比较关心,总有对我们比较这个是老党员,对我们关心,我们比较轻易比较接种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